巨猿面上露出惊恐之色 身上血色纹路光芒大放 扑的一声之后 其背后凭空浮现出一对红色的光翼 迅速的煽动 血纹巨猿身躯骤然模糊 带着一连串残影朝着旁边横移 随后一声撕裂闷响传来 巨猿身影一闪 出现在旁边数十丈外 其左肩上出现了一道 又长又深的剑痕 整条左臂几乎被斩落 不过仍旧没有鲜血流出 这黑色猿怪似乎并非血肉之躯 韩丽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看似随意的抬手一招 那柄青色飞剑立刻飞射而回 清光一闪 化作三柄青色小剑 没入他的袖中 竟然是三柄飞剑融合之物 血纹巨猿一张怪脸上 此刻露出惊怒之色 却没有再次飞扑过来 而是大口一张啊 一股漆黑的火焰 源源不断地喷射而出 瞬间化作一片滔天的黑浪 朝着韩丽迅疾无比地打来 黑色火焰范围极广 给人一种必无可避之感 韩丽眉梅梢一动 双肩一抖 雷鸣之声大作 无数金色电弧在深周浮现 然后狂涌而出 形成了一片金色雷电光浪 和黑色火浪碰撞 两两交织在一起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像炸开 二者危能相当 谁也无法压倒罪方 又一次相持在那里 附近的那些石柱纷纷碎裂 碎石飞剑 整个大殿剧烈地晃动 这座大殿呢 不知是本身材质就坚固无比 还是内部设有禁制加固 并未被余波震塌 韩丽手中掐绝 身上金色雷光一闪 整个人瞬间消失不见 血纹剧原似乎也颇为机灵 一见此景啊 背后血色翅膀当即一震 便要飞顿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冷哼在血纹剧原脑中回响起来 随即一股尖锐无比的神念之力 狠狠刺在他的脑海当中 血纹剧原面上露出痛苦之色 发出一声惨叫 正要飞顿的身影顿时一致 几乎在同时啊 剧原右手臂附近金光一闪 一把金色大锁凭空出现 铿锵一声翠响锁住他的右臂 无数道金色光芒从金色大锁上绽放开来 一个巨大金色骨体的锁字 一闪浮现印在了血纹剧原的身上 这血纹剧原身体一僵啊 全身仿佛被冻住了一般 一动不动 金色雷光一闪 韩丽的身影仿佛出现在剧原的身后 手臂一挥 两根晶莹如玉的手指 仿佛蔫花折叶 轻轻在剧原的后脑上一点 一道刺目的金芒闪过 金光中隐约浮现出一朵银色花朵图案 没入剧原的脑袋 血纹剧原脑袋顿时裂开了几块 但金光闪过之后呢 继续保持着脑袋碎裂的样子 一动不动 韩丽一收回手指 随即掐绝一点 剧原身上的锁字顿时消失无踪 金色大锁也一闪化为巴掌大小 落入他手里 这些年来啊 韩丽早已将这金色小锁系列完毕 今日出世之下 这威力果然不凡 韩丽收起了金色小锁 血纹剧原裂成几块的脑袋 立刻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黑气飘散 无头的尸体猛的一颤 也随之化为大片黑色的煞气 四散飘飞 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晶石 从黑气中浮现而出 朝着下方落去 韩丽健壮 挥手发出一道清光 将其卷住 射入手中 黑色晶体散发出强烈无比的阴煞之气 显然是血纹剧原的金河之类的存在 韩丽眉梢一挑 喃喃自语一声 原来是一头地魂妖啊 地魂妖虽有妖名 其实呢 乃是鬼物的一种 只有在湿气煞气都极为浓郁之地 才有可能诞生 擅长隐匿 突袭 灵智还不低 是一种极为厉害的一种鬼物 这时候 魔光的声音在韩丽心中响起 好精准的煞气结晶啊 韩道友 将此物给我吧 对我有用啊 韩丽闻言 瞟了一眼 手中黑色晶体一眼 翻手将他收入花枝空间 扔给了魔光 血纹剧原被击杀 另一边 那几头黑色剧原 发出惊恐的叫声 豁然间转身 化为树道残影 朝着远处逃去 转眼间 消失在远处 风清元三人 未及阻挡 任其逃走 随后三人收起仙气 彼此互望一眼 然后朝着韩丽看了过来 那魁梧男子呢 面露笑容 朝着韩丽拱手说道 多谢这位道友 出手斩杀那只地魂鬼王 惊推了其他鬼物 否则我们三人 不知何时才能脱身啊 多谢这位道友 三位道友客气了 你三位的神通 若真想要离开 何须再下出手相助呢 这三人虽然各自施展秘术 试图隐藏本身的修为 但仍然被我看透了底细 他们气息庞大 修为和我相差无几 最起码都是金仙后期的修士 刚刚他们和那些地魂圆妖动手 根本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 相对于对付那些地魂妖 三人更多的心思 都是放在彼此第一方上 魁梧男子 风庆元和紫袍少傅听闻 韩丽的话呀 目光都是一闪 随后魁梧大汉哈哈一笑地说道 哈哈哈哈 不管如何 刚才还要多谢道友元首啊 韩丽韩首表面上虽然平静 心中却念头急转 这魁梧大汉的来历 我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来 但风庆元我却是知道的 还有这紫袍少傅 分明是一个魔祖 此人出现在真言门一记 难道和石川空有什么关系吗 魁梧大汉看起来是个能言善道之人 开口说道 说起来我们四人能在此相遇 也算是有缘分的 不如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一同探索这处遗迹如何 毕竟前面会出现什么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 韩丽听闻这话点头说道 说的也是 这地方诡异莫测得很 大家一起行动更好一些 莫名其妙多出了这么多人 这次真言门一记之行 又多了不少变数 这里很可能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眼前三人虽然实力不错 但我还能有把握应对 结伴同行的话 便能趁机调查出一些事情来 风庆元和紫袍少傅听闻这话 魏意沉吟也都点了点头 魁梧大汉见状 笑着对三人拱手说道 太好了 在下先自我介绍一下 毕人姓任 单名一个豪子 在下丽江流 韩丽爆出这个名字 和胡三为他弄来的天沙宗身份信物上的名字一样 在下元丰 妾身丰林 四人各自报了姓名 虽然都不知道真是假 但是原本凝重的氛围呢 得到一些缓解 任豪虽然人高马大 却意外的善于交际 又和三人笑谈几句 彼此间的气氛 越发融洽几分 谈话间呢 几个人又下意识的 避开一些敏感的话题 任豪苦笑着开口 哈哈哈哈 不知三位抵达这里多久了 在下刚刚来到这里 此处宫殿一座连着一座 看起来像是一片黄城啊 在下探查的范围又小 到现在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呢 韩丽文言摇头说道 哼 在下也是刚到此处 说起来恐怕 要比三位来得更晚一些 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风庆园和风林 也摇头表示对这儿一无所知 都还在探查中 任豪略意沉吟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继续往前吧 此处被破坏的不多 没准有什么宝物 只是诸位要小心一点 别触碰什么机关禁止 嗯 韩丽三人先后点头 没有提出异议 于是一行四人略做休整 很快继续往前走去 行走之间 四人虽然偶尔说一些话 但彼此之间仍旧保持着一段距离 韩丽走在最后边 一边探查着周围的情况 脑海中仍旧翻滚着无数的念头 天庭 魔族这些势力的插手 也插手到真言门遗迹中 不知胡三若果仙尊他们是否知道此事 若是他们也不知道 罢了 若是那三人早就知道 却瞒着我一个人 可就要小心点了 想到这儿 韩丽心中不仅有些后悔 接下这个任务了 但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前进了 向前又穿越了几座宫殿 几个人终于走出了 那片连绵的宫殿群 前方视野突然开阔 地势却平坦 变得上扬 似乎到了一座山坡前 地面上出现了一条宽大笔直的白玉道路 朝着山上延伸而去 寒厉眼眸深处光芒闪动 到了这里啊 那股时间法则波动已经颇为强烈 就在这白玉道路的前方 这时间法则如此明显 这三人肯定感应到了 如何将那东西夺过来 倒需要好好思量思量了 这么想着 韩丽不拙痕迹地 瞥了身旁的三人一眼 却是微微一正 身旁三人此刻都在往前摇望 面色茫然中 夹杂着一丝期盼 却完全没有惊喜之意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